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很多人的愿望 在写志计划开始之后 政府在1954年 拨出了五千万贷款 成立香港屋宇建设委员会 为中低收入的家庭 提供较高标准的出租房屋 连租屋 自此香港的公营房屋发展 走向两种侧然不同的道路 写志大厦目的就是安置基层市民 主要都是连屋区的居民 所以石杰尾最早期是收10元租 如果这个是照顾到基层市民的经济能力 但是也有大量的市民住在那些 看来不会容易失火的堂楼板间房 他们住开的堂楼板间房 毕竟条件比较好 或者他们的收入 也是比基层最基层的好一些的 于是就要相应地 有一个所谓好一些的环境 于是就有连租屋 1958年1月落成的北角村 是屋宇建设委员会第一个兴建的连租屋邨 北角村其实是一个很高水平的一个公营房屋 他请当时香港最出名的设计师金鸣 是由他负责设计 除了他的设施 甚至房屋里面间隔 他那个厅多大 那个房多大有屋房 有水有电 室内有厕所 有露台 他甚至在村里面规划了 是有一个社区会堂的 在游政局 巴士站 还有杜伦码头 各方面其实都是当时来说 即使比起中层的一般居民的生活 那个环境条件都要好的 公共房屋 不单止为市民提供了安居之所 同时也推动了香港的经济发展 而香港公营房屋 也随着麦里浩着事上任港督 再踏上另一个里程碑 香港在1967年 社会比较动荡 经历过一个大暴动 市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都很紧张 所以当时的殖民地政府 就觉得要解决很多香港 比较深层次的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 政府就觉得市民的居住环境恶劣 房屋短缺 是政局和市民之间的一个大的磨擦点 所以当时的港督麦里浩着事 就是提出一个十年的房屋计划 新的香港房屋委员会 也随之成立 统筹公共房屋的发展 此后所有租住屋邨 都被统称为公共屋邨 为了兴建庞大数量的房屋 政府积极推动新市镇计划 首先选择了荃湾 然后再选择沙田和屯门 成为第一代的新市镇 而当它发展一个新市镇的时候 这些是一些新的土地 一定要去规划 所以新市镇可以说推动了 城市规划的发展 在规划方面 因为已经需要提供各样的设施等等 就不只是规划居住区 也要规划比如道路网 各样的设施 所以很多时候新市镇是由公共房屋带动的 往往公共房屋的居民 就变成了新市镇的开放盒 自此 香港政府沿用这个 以各方面都能够自吸自足的模式 去发展第二期的新市镇 包括大埔 粉岭 上水 和元朗 因为公共房屋的整个规划设计 是有效地去集中调动大量的劳动人口 去支援香港的工业和商业的 所以没有了公共房屋 香港在过去的大半世纪的发展 是不可能那么顺利的 感谢观看